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即使当年于坦淡的结局失伪,但谁又能抹除人们对他的怀念?十年了,当年的二十二人均已过二厘之年。 如今深幼在何方,腾讯体育将被您一一回顾,腾讯体育八月十日训在中国独球的历史上,曾出现过两位个姓鲜名的忠厚位,一个是范智义,另一个就是李伟峰,球队领袖,好勇都很,天赋与争议并存。 是这两个人共同的标签,相比之下,曾被国足两次除名的李伟峰,甚至还比半句异多了一个球霸的称号。 这位北京奥运会上的国奥队长,退役至今已经三年,但在零八奥运魁十周年纪念之时,我们仍不免回忆其李伟峰留下的种种故事。 就像他自己所说,走大街上认识我的人,比认识现在这帮球员们还多。 在中国球迷的心中,李伟峰就是这样的令人难忘。 而历前的辉煌与迷惘,说起李伟峰的职业生涯,稍有阅历的球迷肯定都是如数家珍。 20岁入选国家队,21岁成为国奥队长,23岁以却队助力身份,帮助国足历史性冲击世界队。 职业生涯早期的李伟峰是个不折不扣的天之骄子。 尤其是在辉煌的01世语赛当中,李伟峰在国足主场打进了对应你的第一球,拉开了国足大胜对手的序幕。 仅凭这一个禁球,李伟峰就足以被列入传奇的行列,02韩运世界队。 李伟峰仍然作为主力打了三场世界队小组赛,并且还和李铁一切,去了英超,但爱福顿,尽管最终闯当英伦失败。 但丝毫没有动摇李伟峰在国内的地位。 2004年,26岁的李伟峰迎来了最为成功的一年,他不但以队长的姿态,率领国足打进了亚洲杯决赛,而且在史上首届中超联赛中,带领深圳夺得冠军。 无论国家队还是俱乐部,李伟峰都实现了丰收,那时候,没有人质疑他就是中国最好的忠后卫。 在不久后,外界对李伟峰的质疑,却逐渐多了起来,先是因为县性问题和深圳俱乐部闹白,随后又因为疑似和李一联手做掉职上宾,而被指责卫士囚罢。 这也是这个词第一次在中国主要被人熟知,与此同时,李伟峰的国家队生涯,也遭到严重打击。 在05年的东亚杯比赛中,李伟峰因为替队又出头叫板主裁判,被当之主裁判红派拔下。 一时间,关于李伟峰是否合格担任国家队队长,的讨论一时间沸沸扬扬。 最终,以李伟峰在亚冠染红卫导火索,中国主协在06年宣布,禁止李伟峰年内参加国族集训和比赛,并剥夺队长资格。 不过,那一年李伟峰成功摆脱了深圳的烂探子,转会去了上海鲜花,并随队获得中超亚军,算是给了自己一些位鉴。 即便如,此,李伟峰坏孩子的形象已经根深蒂固,谁也不知道,未来的他,还会在什么意想不到,的时刻突然暴走。 后奥运时代的细雨杯2008年,已经30岁的李伟峰,作为超龄球员之一入选和奥奥,盯上北京奥运会,并且被授与队长绣标。 这是李伟峰第二次担任国奥队长,上一次,年轻气少的他因为和李东国打架而备受争议,而这一次,人们希望他能率领国奥奥在家门口实现突破。 只不过,在奥运之前的东亚杯比赛上,李伟峰因为索侯日本队长荧幕起态,如此情况出现在赛场上,让人们对他在奥运会上的前景隐隐感到担忧。 说起索侯,李伟峰的绝招,并不是一次实施展过。 2004年,李伟峰对李金宇施展索侯宫,在05年中超赛场,因为队友配合不力,李伟峰对队友施展了一记索侯宫,队友表情惊悚,对于那一届国奥的球员们来说。 北京奥运肯定是一次不堪回首的失败经历。 董方卓打进的中国对奥运历史手球,已经是一个难得的突破。 在对李伟峰领行的后防线,人们只记得他们被比利时和巴西在地上揉脸,以及李伟峰的搭档他望做不冷静的飞车染红。 不过,在这样糟糕的环境下,曾被认为心智不成熟的,李伟峰却没有再犯魂。 他兢兢业业的打完了三场奥运比赛,还在赛后鼓励外界给年轻球员夺一些宽容。 然后,拼静的离开了奥运会的舞台,当时的李伟峰恐怕不会想到,奥运之后一场更大的风波还在等待着他,而且,差点顿送了他的职业生涯。 2008年中超二次转会,李伟峰加盟了恩施主恍惚所在的武汉光谷,看似天作之河。 但不久以后,李伟峰就因为赛和国安的比赛中采泰陆江,被中国族协尽赛巴场,以这件事为导火索。 早对中超环境不满的光谷宣布退出中超,引起轩然大波。 这是自05年逼宫事件后中超最大的丑闻,而作为当事人的李伟峰。 不但成了武汉足球的罪人,还第二次被国族除名。 那时李伟峰第一次产生了退役的想法,好在韩国球队水源三星向他发出了邀请。 当时已经31岁的李伟峰也因此踏上了第二段流氧旅程。 在韩国,李伟峰重新找到了踢球的乐趣。 他完全收起了力气,用稳健的表现帮助水源三星连续两年,夺得韩国足协尾冠军。 并在2009年,亚洲足球先生评选中得到提名,凭借着良好的状态,李伟峰在2011年终于回到国足,并且再度成为国足的队长。 同样是那一年,在一家英国媒体的评选中,李伟峰成为亚洲最佳中后卫。 没人怀疑,那时的李伟峰,已经正式聚火重生了。 关于球霸的思考2015年年底,结束了自己的球员生涯,留下111场国足出场记录的李伟峰,正式上任成为千金全剑的副总经理。 不过,几经臣服,李伟峰在全剑的职,物业不断在变,从大圈独揽到被发配高清训,再到重回一线队,李伟峰在全剑生涯暗藏波兰,被抱卷入俱乐部权力斗争,与前建主帅卢森伯格的激烈冲突,更是让他的球大称号再度被弹起。 的确,李伟峰从来就不是一个走寻常路的人,在中国足球的历史上,李伟峰的领袖气质和球质,甚至能和范致意相提并论。 但是因为球败事件,导致李伟峰在祖坛的风评一直不胜理想。 当年时尚边从深圳下课,前深圳俱乐部代理董事长杨萨欣,首次对外披露,有球败从中作梗,人们没费多少力气,就猜到这个人肯定是李伟峰,以及他的老铁利益。 从那以后,球败两个字,已经伴随了李伟峰13年的时间,不过在参加今年的企鹅足球名人赛时,李伟峰因为等孩子而时期没有进场,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。 这位曾被无数次渗染,成是刺头甚至个人的球员,也并非那么不懂尊重,不知温情,李伟峰曾坦言,球败的称号对他来说,以内着一种很大的伤害。 因为这让他,无论是做球员还是做人,都背负了相当大的争议。 但另一方面,李伟峰又恨不无得意的表示,如果每个球员都当得了这样的球把,中国足球肯定比现在更好。 可见,他对球把的矛盾心态,就像球迷对待他的态度一样,爱他天赋一灵,却又恨他暴力光张。 在韩国踢球时,有国内媒体问李伟峰问时,我猜韩国脾气这么好? 李伟峰反问,如果是在变态的环境里,去了部经常好几个月不开工资,你还能好好踢球吗? 或许在李伟峰身上,这就是他成为球罢的真实原因,一个坏孩子叫板刀年盲美中的中国足球大环境,以及如何在此后一步步成为这个时代的离经叛道者。 阿尔高相关阅读,他曾去与飞罗并肩作战,对中国焦子当打之年,退役令人心虚非感人的免责声明,本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,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。 阿尔高相关